刀片电池的Model Y 在特斯拉柏林超级工厂顺利完成交付 那它与咱们的电池 究竟都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区别与性能上的提升 而马斯克又为什么会放弃凝网的磷酸铁里 去选择竞争对手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呢 最近国外A2Nike一网站 拆开了一台柏林工厂的标识Model Y 发现它果然搭载了比亚迪的刀片电池 其实早在去年就一直有特斯拉 订购比亚迪刀片电池的各路小道消息 无风不起浪 直到今天这件事终于是实锤了 与特斯拉以往的尿性一样 又是偷偷地给你更换配置 要不是人家把车拆了 说不定大家还感觉是谣言呢 最近一位德国的特斯拉车主发铁称 自己提到了刀片电池版本的Model Y 而且充电功率还挺高的 那么到底是宁王的电池好 还是比亚迪的电池好呢 接下来小一就来和你一起搞搞明白 提到刀片电池 我想大家率先找到的可能就是这个穿梭实验 要知道磷酸铁锂电池在270度的情况下才会被分解 而三元锂电池在150度的时候就会被分解 每一克磷酸铁锂电池释放的热量是200胶瓦 而每一克三元锂电池也会释放600到940胶瓦 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吗 虽然三元锂电池的性能更好更耐低温 但它却没有磷酸铁锂稳定安全 而比亚迪起初对刀片电池的称呼为超级磷酸铁锂电池 与普通的磷酸铁锂电池相比 稳定性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键数 但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刀瓷涂层 这个涂层可以避免电芯在短路破损时 在内部发生剧烈的反应 也就是说又给本来稳定的材料又穿上了一件保护衣 所以刀片电池的安全性是值得肯定的 另外比亚迪还从结构设计和生产工艺上弱化了它的缺点 传统的电池用卷绕的方式来生产电芯 而刀片电池则用了特殊的叠片方式把电池做成了方形 从空间利用率上增加了10% 从而在有限的车辆空间里存储更多的能量 据一家金融机构统计 生产磷酸铁锂电池的平均成本为1瓦时6毛5 宁德时代的生产成本为7毛5枚瓦时 而比亚迪的生产成本仅为4毛2枚瓦时 直接比宁王低了15% 那么现在你明白为什么老马会用比亚迪的刀片电池了吗 关注小一 下期聊聊特斯拉自研的4680电池到底强在哪